早期的大腸癌 它其实是不会有任何的 前兆的 烧口类的东西 烤到嚼嚼的脆脆的 那油脂如果它滴到那个碳上面 那它油脂会瞬间裂解 其实就是会产生自来物了 肉都在上面嘛 所以它就粘到肉上 有些人不碰烟酒 不碰油炸食物 甚至还有定期运动的习惯 没想到已经这么注重养生 却仍被大肠癌盯上 医师指出 针对大肠癌的高风险族群 有五种人要特别当心 大肠癌的高尾族群 就是说年纪其实就是一个高尾族群 超过五十岁以上的成年人 其实它一生的离癌率 就是根据我们自己台湾的研究 就超过七% 对七% 所以年纪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家族食 就家族食是包括说 如果你的一等亲 爸爸妈妈啦 兄弟姐妹啊等等 他有罹患这个大肠癌 而且如果是在五十岁之前罹患的话 那你自己本身就要有这个警觉性 对 那第三个是说 就跟你的个人的饮食 还有生活习惯有关系 比如说 你的饮食是属于 高油脂的 然后红肉的 然后低鲜的 这个都是大肠癌的一些 危险的一些 一些饮食习惯 那包括自身的抽烟喝酒 这个都是 那最后就是肥胖 少运动 跟B&LINE 比较高的 这个其实都已经证明 是大肠癌的高危险族群 大肠癌房间会讲的一些前兆 包括就是 大便出血 然后体重减轻 然后排便习惯改变 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腹痛 等等的 但是 我们要知道说这种前兆呢 这大概你只要出现这些症状 如果它是跟大肠癌有些连结的话 代表这个暗示这个大肠的肿瘤 已经进展到一定的程度了 可能至少二期三期以上 就是针对早期的大肠癌 它其实是不会有任何的前兆的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告诉我们筛减的重要性 营养师则说明 台湾人现代多以外食为主 但多数外食属于加工过的精致饮食 长期累积下来 恐就形成大肠癌的温床 因此改变生活形态 也是预防癌症的一大要点 其实目前就是以研究来说啦 当然就还是炸的 或者是烧烤类的东西 那因为它经过高温的处理 所以说它可能在就是处理过程中 碰到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致癌物 所以这东西跟大肠癌 确实有直接的关系啦 那有时候有人会上面烤到 嚼嚼的脆脆的 其实那个黑黑的地方 都尽量不要吃啦 最多原因是因为那个肉跟那个油脂 那油脂如果它滴到那个碳上面 就是它就有直接有裂解回发 因为碳很高 好像几百度到甚至可能接近千了 那它油脂会瞬间裂解 裂解完之后它就 其实就是会产生致癌物了 那它又回发嘛 回发上烤肉肉就在上面嘛 所以它就粘到肉上 所以说我们就会因为这样的 这些致癌物 烤肉炸物之后含糖的东西 其实它都跟大肠癌的风险增加 是有关的 不过还是回来说 我们的致癌的问题 我们致病的问题 不会是一个原因所造成 它一定是多元的原因 坏实我觉得最大问题是精致化啦 对因为确实说我们吃的太精致 比如说吃白饭白米饭之类的 那对我们肠道细菌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 那现在很多研究发现 肠道细菌是我们健康很大的关键 就是你的大肠里面的 益生菌多寡或坏菌多寡 那常吃肉或常吃 那个精致的淀粉的话 它的肠道菌虫的生态 是比较不健康的 那这样的不健康的 肠道菌虫生态 就确实跟大肠癌 是发生率是有相关性 所以就是如果外食来说 也不是说我一定要避免 去吃什么食物 是说我的饮食型 它也会改善我偶尔吃的糙米 我素材吃的狗 我肉稍微吃少一点 吃一点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 就会比较好一些